台北市议员赖宿如涉嫌利用议员的职权护航太极双新团队 取得了台北车站双子星大楼联合开发案 遭到积压到现在已经快要满四个月了 昨天赖宿如被依违反贪污治罪巧例起诉 台北第一院何一婷今天裁定继续收押 理由是赖宿如跟证人的供词还是有出入 否认贪污的他又迟迟无法交代账户里头来路不明的钱 而另外太极双新金主陈宏道则是以100万元交保 是有冤枉是不是 低着头不发一语快闪离开台北地方法院 远入太极双新闭案的幕后金主陈宏道 积压将近四个月被检方依照贪污罪嫌起诉后 移申法院最后以100万元交保后船限制住居外 还限制出境出海 晚间八点多陈宏道的两名朋友带着交保金到法警市 清点无误后陈宏道重获自由 和他一起被起诉的台北市议员赖素如 则是被检方认为供词和证人还是有出入 为了避免串供裁定继续收押 我们认为彭敬衙的证词 事实上已经拒绝在检方的笔录里面了 那已经针对已经拒绝过的证员 有没有交互决问这不是拒押的要件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跟拒押要件不符合 律师不服随即向检方提出抗告 而得知交保希望再度落空的赖素如 则是抱着头趴在桌上 在法庭当场落泪 迟迟不肯起身心情很低落 但整起案件最正确作 对来路不明的金钱 他又无法给个明确交代 要想全盘脱身 机会恐怕很渺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